夏天的話,記憶本上就是用藍色雕 藍色雕,以藍色為主 石頭的亮面是藍色,如果是藍色的話,暗面就可以用咖啡色 咖啡色是藍色再黑 這個咖啡色我習慣加一點點墨 所以我先拿咖啡色 石頭是什麼? 石頭是藍色 暗面藍色 然後我現在先畫暗面 暗面咖啡色 加末,加末 比較不會那麼亮 然後你看,這個咖啡色你在拿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它會一塊在這裡 你這一塊如果沒有把它推開 你畫下去就一條線 蓋不過去 好,你要看盤子旁邊的這個墨色 不用太黑,但是也不要太淡 然後先把... 那是樹幹耶 那是石頭 樹幹也是用咖啡色去帶 因為這張會藍色很多 所以我們要... 藍色太多會比較冷 好,要關心 有入圓 然後陰圓 顏色順便講一下 對,一般在樹幹上面 我們都會灼咖啡色加末 因為這個步驟其實不是說很重要 它只是在調整整張的色的配色而已 所以有時候你如果忽略這個步驟也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說... 你的樹畫得比較明顯的 好,就是... 這個... 顏色呢,還是留著比較好 好,像... 我們現在沾的比較濃的 你就往濃的地方畫 好,淡的時候呢,再移過來 就淡的地方 如果說... 還是還沒有辦法很淡的話 當然就要... 再調整一下 不要硬要畫 好 像一顆 硬要邊邊角角的 水 但是你塗這個的時候不用很精準 吐出去是無所謂 沒有關係 而且當然也不能塗太多 嗯... 但是就是會有人這麼仔細喔 嗯... 會有人這麼仔細喔 但是不用那麼仔細 好... 好...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畫... 所有石頭的... 好... 暗面 暗面 暗面的樣子 然後我們看... 對,我們看一下這個... 咖啡色的顏色喔 嗯... 好... 深淺 其實隨人喜好 有時候... 你不要暗一點啊 如果你要亮一點 你就稍微加 好... 讓它咖啡色稍微明顯一點 嗯... 嗯... 好... 那跟... 染一樣 我們就是... 嗯... 再塗一次你剛... 染過的地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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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白... 白色的地方... 留白的地方... 就是... 亮面... 啊... 亮面... 我們現在都還不動... 不要去動它喔... 亮面就是要做純色的地方... 純色就是不加墨的意思 好...你看喔... 這個... 除了純白以外 你都要有一些漸層 然後我在畫的時候 我從來都沒有... 一筆到底 就是... 我會畫了兩三筆 然後... 就去... 蘸墨... 調墨 所以... 這就是... 那這樣不是... 墨就是... 神色嗎? 沒有啊... 你要去調水 然後再來 我們要淡的就是... 對對對... 調了水之後... 在這裡拿起來... 稍微混合一下 來... 我們要在盤子的旁邊這邊 看墨色... 看顏色... 因為你看... 這隻... 整齒的... 這都很黑的... 所以我都可以這裡而已 可以來這裡看這個... 喔... 原來是... 這麼淡... 喔... 你這樣... 畫起來才會剛好 那如果你一直看... 啊... 這麼黑... 你一拿回來... 欸... 怎麼還是這麼淡... 這樣子的意思啊...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拿那個... 然後現在這邊... 我要結束了... 所以我這裡... 全部都刷水就可以了... 刷水讓它變淡喔... 好... 然後這繼續... 刷上去... 好... 然後這繼續... 刷上去... 我們都可以用彩色的 只是黑白而已 我們都可以用彩色的 只是黑白而已 就是只要乾嘛 我以為它只能硬黑白啦 沒有彩色的 如果你們家有那個雷射錶機 你就可以直接列印出來 會比較好 好 這樣這塊石頭的話 阿美股都很完整 再來就是你就可以 你要全部鑿碗再來鑿 那個藍色也可以啦 你要直接鑿藍色 沒有問題 先把底就是充分沾濕 然後拿這個藍色 而且藍色沒有什麼花青 最貴天工 還是要加一點墨 不要加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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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我沒有跟你一樣的 亮面用藍色不加墨 你如果加墨 就髒掉 就絕對會髒掉 然後重點就是 你要畫帶進來 要等它濕濕的喔 濕的時候 但是因為我都有做這個 緩衝的處理 所以你乾的時候去加 其實也還好 去疊它也還好 那就是你一定要疊進來 這樣它乾淨的地方就在這邊 那這個暗面的地方 它當然是維持暗面的色系 所以 你在做暗面的顏色的時候 就不要碰到純白的地方 就好 留白的地方還是要 堅持留白出來 所以你說 留白的地方就持留白 那你說 藍色不做圖高 所謂留白的地方 就是你要填上亮面的顏色 對對對 留白的地方是圖 藍色 不加墨 對不加墨 手一進去 呵呵呵 你要把亮面的顏色 帶到暗面來 它就要軟的色 這個叫混合 亮面顏色要帶到 暗面 暗面的時候 暗面這樣不就是 趁濕的時候 對啊 最好 最好是趁它濕的時候 它這樣混合會比較理想 才會融在一起 對 然後山頭還沒著色 對不對 這個山頭你可以 用 墨綠色 加一點藍 藍色在這裡 好我現在既然已經 要 著這個 樹的顏色 我就 一併 一併拿這個顏色 好 加上 然後再加一點點墨 這個就可以加墨了 山頭 山頭 藍加綠加墨 對 這樣它會重一點 好 連這個樹葉也可以做 然後它剛好可以 跟我們剛剛組的山 混合起來 嗯 葉子 空完的空不要塗 嗯 要 我也是要把它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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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 一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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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面這邊呢 淡的 就要淡一點 反正就是隨著你的 末色去著色就對了 後面這個三桶 順便 後面這個三桶 還有嗎 前面這個三桶 這樣你就會比較省時間 因為已經調好顏色 你就把這些一併著完 像這個水線對不對 如果你不想那麼清楚的話 你就趕緊用這個水 清水把它刷一下 它就沒那麼明顯 但是如果你錯失這個幾秒鐘頭 它就滲透進去 但是紫性也有關係 有一些紫它就是 繁加很多的 你過一分鐘再去抹它 它也太好 那就是你用一張紙 那就沒辦法 它就沒有辦法夾著 它就一吸下去就下去了 好 比較好 好 我們想說三地的話一樣的 另外那張紙一樣呢 不然大小都不會 不同 這方面不同 所以我就拿 拿香桶子 來 我現在沒補髒的 好 我們繼續擦出色頭 這個一定要混得到 你覺得可以了 再來著色 瀑布裡面的石桶呢 也都是咖啡素 那 老師你剛剛幫我改的那個石頭 變 顏色 黑了 那我也要 也是做咖啡素 瀑布裡面的石頭 除非它是很大塊的石頭 你才有需要留亮面 不然的話呢 就是全部都脫掉 因為它旁邊都是白的 你沒有必要再留白去干擾 瀑布的白 所以才會這樣有做咖啡色的原因 所以有時候這個 瀑布的兩邊呢 全部都是咖啡色 那旁邊那個藍色這樣子 就是會比較明顯一點 像這邊咖 河道的兩邊 就是要仔細一點 用心的靈體 冷靜點 好 解釋 洗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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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我衛生紙 我給它蓋住 老師,你身體不用延伸到這邊來嗎? 要啊 好像上藍色的 到那裡就好 我眼印都沒有出來 那你就沒畫 畫到那裡 我就是故意印不清楚 講什麼意義 不是啦,我會怪怪的 怎麼這個地方是沒 沒就沒啦 六百也要給老師 沒有啦,就畫出來就 那這奧主了,要重畫啦 還給老師功課咧 對啊 還功課咧 要重畫咧 我已經畫了三張了 沒有,我沒有說老師 我是說我沒有看清楚 那那個地方我眼印不出來 就真的 不夠黑,你看不出來 對 那這下文叫老師功課咧 那你叫老師功課咧 就功課咧 我功課咧 就不成功課咧 就不成功課咧 那這個就叫我重畫啊 那什麼功課 我的功課咧 不是老師功課咧 我回去還在重畫 重畫嗎 那兩張 你不是嗎 老師,我回文化第四張了呢 我剛才說第四張 我另外一張稿 我打一個稿 我先打一個稿 不別的紙稿打稿才好 以後再畫一張 你說我會這麼擺 原因就這樣子 第一次先打一個稿 我錯在哪裡 我就打一個叉 裡面只有你畫最多 所以改天啊 跳高你就跳 不知道功力要進步最快的方式 跳不高了 看到這也錯了 我想這張應該是OK的 沒想到說 你練習那麼多 如果你功力要跳很快的話 一定要畫一百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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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馬上去申請一個個展 保證 個展 對 第一張展到第十張 你的個展 保證你那一年絕對 差不多脫胎換骨 要家裡展嗎 沒有啦 你可以去那個 護證事務所啊 有沒有 你要說我要排展覽 對 你的牆壁抬腳 對 他都在眼前 他都在眼前擺 然後 也不能只開展覽而已 一定要印邀請行 一定要印牆 寄給親朋好友 他要做好高 這個基本的觀眾這樣 一定要的 對啊 不然你第三個小孩要辦開幕差會 辦一個記者會 對 這樣我就說 你保證你那一年都準備的時候 你是超級用心去準備 沒有啦 學興趣的 又真正的 這是沒有料 你都學的 老師你那時候 那個書也不要蓋過整個那個 部門嗎 對啊 但是我蓋得不錯看 哈哈哈哈 老師都有他 他的說法 不是老師說的就對了 哈哈哈哈 你的蓋過不行啦 對啦 他都開過 哈哈 他想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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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大師兄 如果坐在這裡選什麼都可以 對啦 對吧 其實我 我講你的話都是 就你的構圖去鎖 他每個人 只要插一個影角度 就不一樣了 所以他有時候 沒有一個真正的 沒有固定的啦 如果你這都好看的話 沒問題啊 嗯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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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就是要塗這個 遠山 遠山 因為這個 板面比較長 所以我會在遠景度上 做一點小小的轉色 轉色 就是把遠山呢 黃咖啡 遠山是黃咖啡 黃咖啡 就是咖啡加黃 加一點點 咖啡加黃 咖啡加黃而已 對 對 才知道你 但是 你們要小心這個 黃色那是很亮的顏色 所以你看我都用水水的去煮 我們用 有時候會 暈開齁 然後那個 那個 就是會暈到下面 那我們刷的時候 快啊 你看我現在就是 很快了 但是你可以多刷幾次 水 你這樣就拔了 這樣就會往 一定暈開的嘛 那所以你現在水 你要乾又淡的話 你就是快 就是 這個遠山的那個 山頭 嗯 你要讓它清楚 所以你要很清楚這樣 放下來就直接刷下來 刷下來 我想說 我們有時候要 刷遠山 然後刷完之後呢 你這邊就可以刷水了 幾乎是很淡的水 把它刷模糊 就是要這樣 那這個最遠的地方 你幾乎是 你看我 我把底 裡面的水都用掉 我就用這個來畫就好了 等一下 就是這麼淡 你問我說那你有山嗎 我說好像還有一個 對好像沒有 就問我說有沒有山 我說好像還有一個 沒有錯啊 小小的 你如果拿去錶 錶起來的時候 它那個很 淡的一層就會出現了 是喔 那你這邊 用黃咖啡對不對 你後面這邊三頭 也是要稍微 刷一下 刷一下 好 甚至這邊 咖啡這樣 稍微可以 做一點 刷硬 讓這個顏色的話呢 到一半以下這邊 你都還可以看得到這樣 有時候是屬於便斷用的 這個 像是那個陽光灑落下來的時候 這些 這些顏色 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用 藍色夾磨 把水瀑布 重新整理一下 然後 做圓桶掉 然後這個藍色 藍色夾磨 因為我們的亮面已經用藍色了嘛 所以 這個暗面的話 我們要調整 雲水瀑布的時候呢 你就加一點墨 讓它 不要那麼 那個 顏色 彩度 不要那麼重 你看喔 這邊很黑對不對 你把它拉出來看 其實這個還是有淡淡的藍色 嗯 好 上面這層的 煙霧有沒有 煙霧的部分是 軟醬 藍色醬 跟水 所以也是 好 藍色加磨 那這個如果是很淡的話 你就是點幾點就好了 你不用 太多 然後這個水 蕭條的水 抹過去就可以了 然後在這個轉彎的地方這邊 欸 這個要把這個水果封起來 嗯 好 在這裡 哇 這邊都很淡啊 嗯 輕輕輕的抹過去 輕輕的抹過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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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邊的時候呢 跟人一樣把它封起來 然後這個煙霧順著這個山形 串上來 哇 原來它沒有 為什麼那邊沒有畫呢 對啊 所以不用擠了 我沒有畫完 我問說 生病怎麼畫一半 留一點點 這邊留一點清楚 留一點模糊這樣子 可以 這個山頭這裡呢 我們有展的就是這座山的景深 然後沿著這個溪流這個水口這邊 哇 攔起來 然後再磨一點水 讓它稍微再柔和一點 然後這是一層一層往下掉的水口 我現在就是一筆一筆長 濁色的時候呢 你不用濁超過你長的部分 就是你精準就好 只要有一點顏色 它能夠提升這個白 就可以了 好 最後這邊 好 螢幕齁 從最低的這邊開始染 上下左右去穿插齁 不要直接就排列過去齁 然後常常去拿水 去調整你的那個顏色 層次齁 層次才會公布 水一定要特別淡 至少要跟山有一點區別 好 這邊有一點煙霧 好 最後再來點花 最後再來點花 點花就是 先拿黃色 我給我的紅色 不是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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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紅色才會哪裡 咖啡 咖啡 高龍趙啡 它的 鼻鑽 不是 已經放號 有了有的吧 但是有啊 它這個ار水 我看有 它已經穿這條紙了 大家都有走出去 好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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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那是 韻里 喔 韻里 那是花鳥的 那不是 塗 塗 塗紅的嗎 不是 那是 這是 豬標 標準的就是先拿黃色再拿橘色 然後在這裡混合一下 然後再拿一點紅色 黃色再橘色再黃色 這樣你剛才是三色的 黃橘紅 稍微拿多一點 理論上它其實應該要幹的在裡面 這樣一躲下去就有三種顏色 夏天花比較多 配色一下 你可以在它的相對位置點幾點 配合一下 你要當的時候點也可以 讓它有點水氣的話 你就像點那樣有一點朦朧的感覺 這樣也可以 所以我們那個弱款的時候 這邊都還會蓋髒 髒的紅色也可以呼應這個花的顏色 老師一直不懂這個地方的樹 這也是山頭 這也是樹 這也是樹